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最近干了一件最离谱的事就是SpaceX的火星移民计划 他扬言要在2030年的时候把第一个人类送上火星 然后在2050年的时候要把100万个地球人移民到火星上面去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因为我觉得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2000年前曾经有一个人遭空西域打通河西走廊 将中亚和西域彻底的连接起来了 2000年后又有一个西方的狠人立志要把地球和火星连接起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被历史调度到舞台的C位呢 现在我们就将时间轮盘向回倒转2000年 回到公元前的201年 此刻一只匈奴骑兵突然扶起马一程 袭扰太原 那个时候的汉高祖刘邦刚刚创业成功统一全国 倒霉催得还没来得及享受财务自由呢 就又开始御驾亲征了 原本呢 汉高祖刘邦以为自己大小算是个马上天子吧 结果没发现自己竟然是个神马玩意 被人家匈奴的骑兵啊 围在白灯山一围就是七天七夜住着露天的酒店 看尽了冰天雪地的美景 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 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白灯之围 也是汉兄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汉高祖这一站下去 完了 一统天下的豪情 直接化作英雄驰木的伤感 怎么办 不怎么办 抱人家大腿吧 从那一刻开始 汉高祖就决定 年年要给人家匈奴啊 进贡 屈辱的窘境啊 一直横跨五代皇帝 这段时间啊 历史静静地在等 他在等待着一个人物登场 他就是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用今天话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有腔调的富二代 为什么人家初到级巅峰 拥有了所有的资源 所以他就天天用一双忧怨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这个刘彻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品质 他果敢 智慧 而且又勤奋 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常人没有的禀夫 就是贵族带给他的大格局的高维度的智慧 请注意咱们接下来的内容全是干货 优秀的你还不赶紧收藏这条视频 给你的命运私藏一点正能量 公元前141年 16岁的刘彻啊终于登上了皇位 而就在那个时候 隔壁的老邻居匈奴王朝也没闲着啊 人家把自己的势力地图啊 画的是有模有样了 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 西与枪堤相接 北达贝加尔湖南底河套啊 就是今天的山西和陕西的北部 霸气的坐卧在大漠高原之上 俯瞰着大汉帝国 成为了当时刘彻心中最强悍的敌人 这时候就看出了这个少年啊 这个高阶的智慧维独 在他仔细研究完大汉帝国的地图之后 他选择了一个地方 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 能看到一个由东南至西北走向的甘肃省 它中间是一条1200公里长的大通道 因为它在黄河的西边 长得很像一条走廊 于是我们华夏人都把它叫做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啊 是咱们中原连接中亚和西亚的一条 非常重要的毕竟之路 更是东西方政治文化和商业交流的黄金要道 后来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 也是从这里延伸下去的 但是在当时啊 这个河西走廊是人家匈奴人的 这个局面就让汉帝国啊 一直处于很被动的状况 刘彻心想正面艳刚刚不过你 那我就偷偷的去到西域 从背后找一个小伙伴来踹死你 那么刘彻具体想怎么做呢 公开招募一个狠人 偷偷的经过河西走廊去往西域 找一个叫做肉质的部落和大汉进行联盟 两面夹击就可以赶走匈奴人 但是西域到底有多少个国家 哪个国家是和匈奴人是联盟呢 也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项目的难度 就算不是从地球到火星 也至少是伊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用无数个卫星把地球给覆盖了 火星给覆盖了 完成两个星球之间的互联网通信 这么难的一个项目到底有谁敢接单呢 还真就有一个 所以你看一个辉煌时代的开拓 必须要有狠人扎堆 就像今天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人物登场的话 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公元前138年 一个叫张谦的小伙子在甘泉宫里 从汉武帝刘彻手中 接过象征授权的初始西域的福洁 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呢 因为人家背靠林子远 就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官 草根翻身必须玩命啊 于是在一个温婉的午后 张谦带着一百多号人 浩浩荡荡地冲进了戈壁滩 毫无任何悬念的被俘 被俘以后啊 人家蝉鱼啊 并没有杀掉张谦 英雄西英雄啊 看着都快溢出来的人格魅力和才华 哎呀蝉鱼稀罕得不得了啊 甚至啊把他们国家的公主啊 都嫁给张谦了 张谦啊表面上是融入的 还跟他们一起学习匈奴话 一起放羊 大家甚至都已经忘了 这家伙是一个汉人了 于是乎 他趁着大家放松戒备的状态下 他曾经逃跑过一次 几经辗转 终于找到了肉质部落 结果那个部落的首领啊 是个怂货 说嗨 我们已经被匈奴打习惯了 我们不想挣扎了 后来呢 他就几经辗转 又去了西域的其他国家去拜访 了解了很多的风土民情 并带着这些情报啊 准备回大汉 结果呢 聪明反辈聪明物 他回去的时候心想 这一回啊 我说什么也不走何西走廊了 我一定要绕 匈奴人还没有占领过的地方 他不绕的话 匈奴人都抓不着他 那个版图刚好被匈奴人占领 哎呦 他不是招牵了 回家 走 又可以抓回去了 抓回去了 他是要掩饰一下自己 啊 我是出来散 我是出来散个步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年 太平革值的 嗯 一般像这么多年的话 其实也就被 心也被收走了 对 是的 是的 公元前126年的春天 老蝉鱼病逝了 于是张谦带着唐义父和妻儿啊 再次逃跑 从当年离开甘泉宫算起 一个十三年养无音信的年轻人 今天终于活着回来了 当他再次见到巍峨的长安城时 年尽不惑的他 匍匐在地 常跪不起 在史记《大冤烈传》中啊 司马迁就曾讲过 张谦通西域的壮举 有凿空之功 绝非妄言 因为张谦带回来的情报 让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交战 不再是一场简单的复仇了 张谦的经历啊 也让汉帝国明白了 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上西域去摇人两遍夹击 而是打通河西走廊 切断匈奴和强族之间的联盟 切断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 为什么不可匈奴和平相处 他们已经和平相处了五代皇帝了 进过了好几百年了 在这几百年的期间里面 匈奴人的版图是逐步扩张 越来越强盛 刘彻在位的这些年里面 已经发生了很多边境上面的摩擦了 又过了三年 大汉将军魏卿先后两次北伐匈奴 汉武帝让张谦跟随魏卿一起出击墨北 利用他的经验为汉朝军队做向导 指点行军的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谦在史记里面也写道 张谦之水草处 均得以步伐 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张谦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而且历史也永远记住了 这位坚忍不拔的遭空惜玉的使者 有了汉武帝宏伟的战略 又有了张谦这个河西的摆路 还是不够 历史还在等第三个人登场 这个人要亲自去执行 大通河西走廊的历史人物 说起霍去病人家可不是一般人 他姨妈就是汉武帝的皇后魏子夫 舅舅就是当今的大将魏清 人家是标准的名门之后 对 公元前124年的在雨林营的训练场上 汉武帝就跟着魏清一起去视察工作 就看到了霍去病 在那边呼呼声风的训练 还要给汉武帝写的说 哇 人才啊 然后就走上前去跟自己的外甥聊天了 然后外甥最近表现不错 但是你光练武可不行 你要多读兵法 多读书 结果人霍去病怎么说的 那玩意儿我才不读呢 上战场打仗应该灵活应变 汉武帝一听我的天哪 就更喜欢他了 但是请注意啊 我们千万不要续学霍去病的这种魄力啊 人家和汉武帝是本家 少班主这样说话的话 那个结局应该会悲壮和死我 而且汉武帝也知道 未来想打出河西走廊这趟战役啊 实在是太难了 一般人还真胜任不了 首先那个地方太偏远了 如果真的处于战斗的状态下的话 后方的不计是很难跟上的 第二人家匈奴骑兵啊 打法真的是灵活多变 不按套路出牌的 这对于啊像汉帝国这种习惯摆着方阵 两方直接面对面对垒的战术和打法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但人家霍去病不讲了吗 哎我就喜欢灵活应变 这不就是给这个小孩留的机会吗 公元前121年早春时节啊 霍去病在河西走廊 急步转战6天连续扫荡了5个匈奴部落 过程中啊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 单独指挥一支禁旅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漂亮的运动战 随后啊又连续几近500公里 歼灭了上满的匈奴军 同一年夏天 凶悍之战被历史推向了高潮 双方的缠斗愈演愈烈 为了争夺胜利啊 霍去病决定铤而走险 率领精锐骑兵向西北挺际 渡过黄河 跨过贺兰山 横川大漠至居炎泽再由西北转向西南 长驱深入达1000公里 向敌人的侧位发动攻击 匈奴人当时连做梦都没想到 他们防线的背后会突然遭到袭击 措手不及的匈奴主力部队 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对抗 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汉武帝刘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兴奋得不得了 并给他建了一个豪华的府邸 结果霍去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就上奏说 匈奴未灭何以加为 这就是千古的铿锵名言 这小伙不错 那么在这一年的同时 战场的另外一边是张谦和李广的部队 就表现的没有那么卓越了 李广的军队被匈奴人给围了 张谦率领的援军部队驻营休息了一天 才去救援 导致李广的部队伤亡惨重 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张谦贬为了平民 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讲完 大家先记得这一段 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霍去病历时三年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著名的河西之战就此落下帷幕 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这时候才刚刚19岁 公元前119年为巩固河西战果 魏清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空前规模的墨北大战 直击匈奴缠鱼的本部 霍去病的部队在全间主力部队之后 一路冲到了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须山 并率领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须 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与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这一年霍去病也才22岁 公元前112年10月 45岁的汉武帝刘彻率领上万骑兵部队巡游幽州 最后抵达甘肃静远的黄河岸边的时候 汉武帝向着西方急目远眺 汉帝国的军队商队这时候正在通过河西走廊 源源不断的奔赴富饶的西域 尽管他一生中都没有探上河西走廊 但是他知道为了打通并经略这条走廊 曾经有无数的汉家将士 为此浴血奋战 中古销魂 长眠戈壁沙漠 回到现实 回到今天的主题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会觉得历史一直在等待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少班主为这些时代英杰 总结出了三个我人的禀赋 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讲 首先第一点 你必须要有特别远大的报复 远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常人感觉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完成 就像汉武帝当时做了这件事 你现在看来说人家是雄才大略 可是如果你处在当时那个历史情境之下 你会觉得这不是神经病吗 如果正面硬刚已经改变不了这样的局面了 人家就必须要放眼一个大格局 多换几个战斗的维度 第二个禀赋呢 其实就是叛逆 你看哈 那些有成就的人啊 他的内心深处 你总感觉他有那么一点拧巴 就像霍旭病 当年呢 汉武帝去看他的时候说 你应该多读书 多读兵法 人霍旭病怎么回答 我就不要读 打仗的时候 两军对垒 他偏步 他偏要绕到敌人的背后去打 后来汉武帝呢 送他一个豪宅 送他别墅 他说 哎呦 人匈奴人都还没灭呢 我当什么富二代 你看 你说什么吧 他就跟你反着来 这种叛逆的背后 其实是来自于底层的自信 他的个性是特别独立的 那么第三个禀赋呢 就是很难被驯服 你能想到谁 张谦 对 就是张谦 我把你拉为家人了 还不痛 张谦不管怎么样 他都没有被环境驯服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时代的崛起 必须要找到至少三个 适合的中国合伙人 就像咱们今天这个故事 对吧 首先要有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猎 去当领导 然后呢 要有像张谦这样的人 把所有成功的因子 给串联起来 连接成一种可能性 最后呢 还要有猛将去执行 亲自打通合伙走廊 这三个人啊 真的是缺一不可 少班主之所以有这样的体悟啊 原因是来自于 我看过的这本 狼图腾 这本身很好看 作者是以一个自传体的形式 讲述了他当时啊 在这个蒙古当知青的时候 所见到的有关于狼的种种的经历啊 狼确实身上有很多的 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品质 所以大家才一直推崇 狼性文化 虽然狼是动物界的草原霸主 但是面对人类的时候 他们还是逊色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太像狼 狼最终为什么会失败呢 看看霍旭病就了解了 虽然说他在22岁的时候 风狼狙虚 人生走向了 哇 闪耀的巅峰 但是他在24岁的时候 就死掉了 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 有关于霍旭病葬礼的描述啊 非常的详细 却只字不提他是怎么死的 嗯 为什么呢 翻看历史 对 翻看历史呢 你会很容易的发现 霍旭病的死亡 讲回公元121年啊 张千和李广 漠北的那场战役 他们不是输掉了吗 回城之后啊 魏清啊 就问责李广说 你当时为什么会战败 李广因为害怕 就自杀了 他有一个儿子叫李感 就气不过 打了魏清一拳 或去病啊 是看不关这件事的 他们有一次在野外 去打猎嘛 他就借这个机会 一箭就把李感给射死了 汉武帝也不敢怎么说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不会啊 对 但是又在一年之后 就在霍旭病24岁的时候 他就死掉了 那么谁的结局是最好的呢 张千 对 就是一个看起来 最不像狼的一匹狼 最能忍的忍 他表面上千和有礼 但是他内心里面 一直坚定地做着自己 这种人好可怕哦 有些人的人性 竟然是换不来是吧 不不不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张千是对别人非常友好 他的狠是对自己狠 你看这个张千没有被驯化 不仅仅是没有被匈奴人驯化 其实还有一个阴谋 张千也没有被汉人驯化 我举一个例子 你回想一下 121年他和李广的那场战役 张千作为那么有经验的一个 征战末尾的人 他竟然能就是在救援的时候 晚了最关键的那一天 他放走了谁啊 当年那些匈奴的主力部队里面 都是和他一起生活过的 这些邻居 亲戚 好友 和他一起喝过酒的那些友人 所以他内心里面 是怀揣着感情的一份情谊的 汉武帝心里面不明白吗 明白 所以把你贬成平民百姓 最后人张千 其实还得到善重了 没过几年 让汉武帝又把他给提拔回来 提拔回成了一个中郎将 说你走这个河西走廊 去和西域之间做生意 为我们大汉帝国挣点钱 结果呢 人家真的是 那不是河 对 走出了卓越的成就 就是 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对了 他就是丝绸之路的第一开拓者 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当中 其中一条最关键的路线的开拓者 就是西北丝绸之路 希望这一期的内容 能对有狼性的你 有那么一点点的启发 从45经刚开始做视频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干了一年多了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等 等着一个优秀的伙伴 会出现到我们的面前 会私信我们 联系我们说 我有这方面的才华 我们一起干嘛 而那个走向我们的人 有可能就是在今天 看视频的你 最后啊 祝愿迎平前的你啊 心中怀揣着狼图腾 友善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用坚韧和隐忍 最终等来历史对你的召唤 相信下一个有志之士 就是你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一起相约 四书五经 拜拜 等等 点个赞再走 点个赞 乘一个赞 点个赞再走 啊 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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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个赞